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對媽媽印象最親密的就是 我小時候 她都用煮好的白飯 年老的用一些醬油 再加一些醬油 有夠好吃 那個香氣到現在 我都覺得那是媽媽給我的味道 還有一天我去日本 朋友也... 他們家也煮一鍋 電鍋煮的白飯 然後一煎一個荷包蛋 稍微半熟稍 上面再加一些醬油 只要這樣我就配一碗飯 因為醬油的香氣 讓我覺得料理雞很有美味 所以有時候就說 看起來很簡單 不過這罐簡單的氣味 卻有 感覺就會想到 那個時候是怎樣 這個時候什麼 所以醬油 剛才說在廚房裡面 一定要有的 不管要撈東西 或是炒東西 我們用一些醬油 氣味就不一樣了 超讚的 好的 當然今天也朋友來跟我們分享 醬油可以作的料理有什麼樣 就是很簡單的行為 好,我們來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陳英文還有我們的味覺達人 曾士豐先生 歡迎二位 大家好 我是陽光媽咪陳英文 我是味覺達人曾士豐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 用簡單的料理 做出 不簡單的好味道 太好了 美鳳姐好 歡迎 陽光,妳真的是 很辣 看得好辣 腿真的看得太好 來 我們這邊請 好 今天好像有好料可以吃耶 是啊,我下去嘗嘗了 因為說到這個醬油 我就有很深厚的情感 對這個味道 從小就記憶猶新 到現在做料理 或是吃一些東西 都溫出醬油 那個香氣很讚耶 真的 提味 好,曾先生是味覺達人 是的 所以今天兩位要來跟我們分享 什麼樣的料理 我們這一次要介紹的是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我們這一次要做的 古早味蒸蛋裡面的 醬油是沒有加糖的 跟一般的醬油不一樣 是屬於我們 所以它的香味特別特別的濃 對,就像我們美鳳姐 剛剛講到的那種 傳統古早味的好味道 對 我有聽過第一道冷壓椰子油 第一道冷壓什麼 沒有聽過第一道醬油耶 對 第一次聽到耶 第一道的那個最... 是最原味的 對,就是我們用傳統的方式 來用旺來發酵 開旺以後出來的第一道原汁 對 好,今天好好品嘗一下 要開始怎麼做啊 好,那我們先打蛋 打蛋的話 打蛋的話其實就是 每個人都會打蛋 技巧很簡單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要把蛋殼留下來 蛋殼留下來 因為蛋... 蛋主要就是每一種蛋 它的大小顆不一樣 對 蛋殼其實就是我們最好的涼杯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一些食譜 他說蛋幾份 然後水幾份 但是蛋有幾大小顆 或是蛋跟水一比一 但我們抓不好 對 對 之後我們會用那種 半個蛋殼當作涼杯 然後我們是三顆蛋 所以是要兩份的水 就是十二個 十二個蛋池 十二個半顆蛋 對 很多媽媽認為就是說 就是自己的手揉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教媽媽說 可以去定量 但也是可以定量 那之後我們再來就是倒醬油 好,來 醬油的話 我們就是用我們這一次 沒有加糖的這個叫作 對 然後這個是一杯 然後兩杯 對 那如果可能有青、有青要怎樣 對 一般我們就會拿那個底部 底部那一塊 底部 對 也是差不多算半顆蛋 對,半顆蛋 然後再來是米酒 像這個比較青 對 我們拿底部比較青 這什麼酒是不是 米酒 一般的料理米酒就可以了 這個... 這也是 這樣子 對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把它攪拌均勻 擦得液體滿多的 這樣弄出來的蛋會不會不濃啊 這樣打出來的蛋是QQ的 很像布丁 真的、假的 對 好,現在要再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你知道我們吃蛋 所謂色香味俱全 而且蛋要完全沒有氣孔 要完全沒有氣孔 有幾個步驟要做 第一個要過篩 好,那... 很多媽媽在家裡 就是省略這個步驟 所以變成蛋 它會有一個坑坑洞洞的動作 對 如果不想要坑坑洞洞 想要滑順 就是打好之後再把它過篩 好的 過篩之後要壓嗎 不用壓 因為上面的... 基本上你再壓它也是不會下來的 過一次就好了對不對 過一次就好了 對,OK 然後還有第一個就是... 這個叫作武功秘笈 就是這一支 這是一般的牙籤 對 那牙籤我們就是把裡面的氣孔刺破 這樣哦 把裡面的氣孔往旁邊剝 好 然後基本上這樣子的話 它沒有氣孔的話 我們等一下蒸出來的那個 就會像我們那個布丁一樣 對,你那個小朋友就會覺得說 媽媽今天怎麼會做這麼大的布丁 是蒸蛋 OK 我們可以放下去蒸嗎 對 之前我們就蓋一個保鮮膜這樣 是 好 保鮮膜,把它摸一下 好 好,這個就可以下鍋了 好 差不多要多久的時間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十分鐘 對 水大概是多少 水大概是半杯 我們兩米杯的半杯 OK 然後打去 已經放進去半杯水了 那時候裡面我最期待 現在這樣配飯、配味都很棒 對,還有配麵 然後甚至說那個 就是傳統硬粿的肉 其實它作法很簡單 好,那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就是備好那個 跟一般的絞肉 然後一般跟飯的老闆講說 我們要作滷肉 然後它會給你大概八比二 或者是七比三的肥跟瘦的絞肉 好 那我們醬油大概就是 先放個一湯匙 好 這樣子 也是傳統的湯匙 對 傳統的湯匙就可以了 一湯匙就夠了 對 然後我們稍微讓它 稍微攪拌一下 讓肉可以洗澡 鄭先生,如果這樣說起來 今天我們都用蒸的而已嘛 這個要... 這個要下去炒 炒完以後還要稍微再燉煮 然後香味、肉經過炒之後更香 對,沒錯 這個真的要把它學起來 而且超好吃、超下飯的 我們吹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要炒 麻煩你用這個炒 這個湯汁 你如果來拌那個莓也好 拌一拌 對 小朋友一定... 真的 吃一碗 對 好 你自己也是要煮嗎 我... 我比較喜歡比較簡單 這個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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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有時候不常在家 那早上就出門了 所以如果這個的話 我學起來 我可以晚上的時候 我先作蝸仔肉嘛 然後放在電鍋裡面 煮一鍋飯 我如果中午不在 像我今天中午不在 我晚上也會晚一點回去 小朋友餓了就可以吃拌飯 對 對,對不對 然後就不用擔心它們吃不飽 你要把那個... 現在就要放下去嗎 對,硬瓜可以加下去 這個硬瓜也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對啊,然後還有一點硬瓜汁 硬瓜汁可以加下去 OK 因為我們要給我一湯匙的米酒 就可以放進去 一湯匙的米酒 我們炒到有點半收汁的時候 對 然後之後就會再加入水 然後跟米酒 然後再加一點醬油 然後我們讓它用燉煮的方式 因為美鳳姐有沒有看到 那個肉已經變色了 有耶 這時候還沒有放醬油嗎 還沒 還沒放醬油 它就已經變色了 一開始我們放一點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準備來燉煮 燉煮 燉煮 麻煩就是給我水 好的 帶過去那個肉是不是 對 米酒 有些人喜歡那種米酒的香味 所以可以加多一點 OK 讓小孩好碎一點 沒有,加蒸發點 加入一湯匙的醬油 一點點 你剛剛是先加一點點而已是不是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上鍋蓋 好的 小心,你不要讓它放上去 好 然後是火呢 然後我們調小火 小火 我第一次看到做瓜仔肉用燉的耶 這樣有哦 對,因為我們先炒鍋 然後再燉煮這樣子 真的 然後這樣子 大約在二十分鐘左右 對 OK 你剛才特別說的 就是說 什麼百分之百的一個什麼什麼 這個醬油是... 為什麼我們講百分之百 因為它的 就是 好簡單哦 那經過多少天這樣做啊 時間是需要等待的 需要大概半年以上的時間 對 那個溫度也很重要耶 對 對的 因為那個溫度會決定 決定那個豆子的發酵程度 對 好 好,溫度很重要 好的 那現在我們就是還需要再等待多久 我們... 我們蒸蛋應該是馬上好了 對 好,沒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在現場我們已經有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就是... 他剛才跟我們分享 教我們的就是這個... 好像布丁哦 好像布丁耶 這個 這是蒸蛋 對 這個就是這個... 粿子肉 粿子肉 上面這個油 你把這個油可以拿來... 拌菜 或是加一點點再拌一頭 好讚哦 好的 好,那我來拿 好,我們待會兒就來分享 然後一邊上菜 一邊再來分享 好吃的醬油 上菜囉 上菜 快 上菜了 天啊 我想要拌飯 真的 我們要先來試一下 好啊 好 美鳳姐,你要先吃哪一個 這個都...我們自己來 好,我們自己來 也有蛋 看你們是不是可以先嘗嘗看 可以歪一口看蛋 好,蛋現在用哪一個 讓你用 真的,我自己來 我吃這個 真的哦 好,那我來吃這個 我來嘗嘗看 像布丁一樣 好像布丁一樣哦 對 真的好硬哦 對 過得很甘 真的、假的啦 拌飯非常的好吃 對啊,很難想... 很難想像就是 這邊全部就是用一瓶醬油 去作出來而已 那個蛋很好吃耶 那個豆香味很夠耶 有啊 我看一下那個肉 我都不及待了 對啊 好像我不用吃其他太多那個 好像... 這樣我就可以吃一碗飯了 天啊,我的老天鵝啊 鹹才自己可以來選擇 就是... 因為骨仔它本身就有鹹了 對 我們台語的量度 蘸一點也OK 沒錯 很下飯 好好吃哦 我幫你加一點醬 再別整理 這個是... 我剛剛還想說 製作單位的飯給我太多了 現在有點太少了 我們等一下還有水餃 那水餃 水餃 水餃你可以蘸一下 因為其實醬油跟各種食材 其實是相補相成的 讓沒有味道有味 好 水餃其實本身已經有味了 對 我現在先來吃 那個真的沒有味道 就是鼓勵菜 不汆燙的,對不對 好的 我自己來這樣 好 好 我們自己就蘸一點點 好的醬油是這樣子的 讓沒有味道有味道 不用... 我就沒有蘸很多這樣 這樣就已經有味道了 對 如果那個鼓勵菜 再放進去冰一下 好嗎 鼓勵菜冰過去很好吃 沒有用拌 很好吃 鼓勵菜本身的鮮甜已經有 但是經過醬油的提味 它有增加一個豆香味 它不會失鹹 對,我們不會很死鹹 不會 不會失鹹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我們蘸水餃 剛才是香菇味的東西有味 現在是有味的東西出味 我來試試看 如何 這家水餃應該本身已經很好吃 但那個醬油整個 把它味道提出來了 你吃一口看看 對啊 因為我們這支醬油 其實是在... 對不對 其實這一支醬油 在台灣是很難能可貴的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就是它是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送出國去比賽 送出國去比賽 對,然後像有一個 就是無添加協會 然後它是... 總部是在荷蘭 他們是一個國際性的協會 專門是來認證一些無添加的商品 雖然說醬油它很多的... 可以加很多的那個... 我們叫富芳 就是食品添加物 但是這一支是 由添加協會下去認證 三星的 三星 最多幾星 最多是三星 最多就三星的 你們就已經三星了 無添加的 對 對,尤其他們來認證三星 跟 是 醬油的最佳風味 你說在台灣還是全... 全球 全球最佳風味獎 對 這是很難能可貴 因為我們在常愛講說 越簡單越不簡單 就是這樣子 你要把越簡單的食材 做到越好吃 那是很難 還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大家用玻璃鑼 我覺得滿好的 對啊 用玻璃跟塑膠 感覺是不一樣 然後大小 就是大小開過之後 我們就是... 不要很大塊 對 很久才用完 這樣就不可以了 因為它沒有添加 可能容易壞掉或怎麼樣 平常冰起來嘛,對不對 對 平常是打開的時候 就要冰起來了 那這一次 因為剛剛美鳳姐有提到 就是塑膠瓶 我這一次有帶來 就是塑膠瓶 一般我們都會 而且這邊順便 就是跟各位電視器前面的 好朋友們 分享一下 就是它會細分成四大類 第一個就是釀膠 釀膠又有分 就是黑豆跟黃豆 黑豆跟黃豆 尤其是以黑豆 因為黑豆它本身的香味 跟它本身的蛋白質來講 然後還有它的口感上 都是最好的 所以它要的時間是最久 成本也是最高的 就是四到六個月以上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黃豆 黃豆的話它也是不錯的 然後這兩個就是用 所謂的釀造 都是用微生物來釀造 就是我們講的傳統釀造方式 是 再來就是有所謂的素塵 素塵醬油 素塵醬油一般是用拖子黃豆片 對 拖子黃豆片 然後再來就是用酸水解的方式 酸解解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口味上 味道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水解醬油 剛才素塵是酸水解完 還要再作發酵 還有發酵過 水解醬油是完全 就是酸水解完以後 就沒有再發酵了 所以叫水解醬油 然後最後一個是混合醬油 就是以上的這四種 可以混在一起 對,混在一起的 叫作混合醬油 之後這個都會在標籤上面 很明確的標示住 你的意思是說 它以後就會在上面寫 水解醬油、混合醬油 對,塑成醬油 這樣很好 觀眾朋友、消費者自己去選 其實曾經在自己本身 就是... 本身就對糖 它比較會介意一點 對,因為他曾經有過 對 有比較簡單 所以你自己 先來用這個醬油 這個醬油是沒放糖的 對,號稱無添加 就是它真的連... 不光是食品添加物 它連大部分 幾乎絕大部分的醬油 都有加的糖 然後我們也沒有加 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本身 它有... 就是有一點血糖跟糖尿的問題 所以我糖就是平常 就會盡量少吃 所以才會想說 自己來研究看看 有辦法醬油不加糖 還能這麼好吃 是 真的耶 好,就是因為自己本身做出發點 所以開始去研究 當然在這裡也要希望 你可以將你的經驗 跟所有觀眾朋友來分享 是的 怎麼來搶一個好的醬油 第一 要做什麼 看 看 看都是黑黑的要怎麼看 看不像是不是不像 還是看什麼 都要搶那種黑黑的 或是看 看它什麼 這就是... 就是以前人說 黑的醬油不再看 這個意思 第一個我們看 看 第一是不是黑刀 是不是釀造 它會作用 會說是不是黑刀 還是黃豆 對 是不是釀造 釀造 對 再來就是 第二 就是看它的容器 是不是薄的 怎麼蒸的 玻璃瓶它的密封度 還是比塑膠瓶來得好很多 塑膠瓶通常都會裝一些 比較... 等級比較差的 或化學醬油 或者是它裡面還有加防腐劑 對 這樣子 玻璃瓶我們還可以做第二段的殺菌 所以它是 第三個就是看它的價格 對 可以介紹 介紹還是有差 你看一罐這麼大罐的 可能好像三十九塊、四十塊這樣子 好便宜 對 那個就知道說裡面醬油不會... 成本比較多 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跟朋友在分享說 有幾個東西盡量不要去吃 不會壞的不要吃 太便宜的不要吃 真的 太漂亮的不要吃 還有我的印象裡面 好像說薑、醬油是不是用看的 那就是油油的 尖管鋪越油越好 對 是不是 相對來講是這樣子 蛋白質 所以我們這樣咬的時候 咬的時候因為越傳統的 你看 如果漏水就有了 對啊 對啊 然後它消失的也算是... 我這一瓶 我現在咬完以後放到這邊 大概過三十分鐘它還在 還是會有差 對,還是會在 如果一般不是這麼純的 它咬一咬也會有... 它也是會有 只要含蛋白質的東西都會有 但它泡泡會比較容易消失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買回家以後 就打開 然後開始要聞它 聞它的話 一般以傳統釀造的方式 尤其黑豆 打開會有一種很深層的那一種 比較人家說 人家說看一個人 要看有沒有深度 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很強 那個叫作刺鼻性的味道 剛剛聞了一下 它真的不會很刺鼻 然後它有一個豆香氣滿重的 對 所以人家說老滷吃 都是用黑豆醬油下去滷 因為它會經過熱越滷越香 而且我們身體也有溫度 所以吃到嘴巴 沒那個散發出來的香氣 是很香的 對 因為吃下去的東西 我們會希望它就是 健康以外還要美味 是不是 好的,今天非常謝謝曾先生 謝謝你的分享 也謝謝楊光媽咪 謝謝 因為我們謝謝 趕快再多吃一個 學會了 這個真的 先把這個味道記下來 回去才會作對 真的要學下來 對